国内由于长期出生率低迷 造成人口快速老化 而首当其冲的 就是老人照顾人力不足的状况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 高龄照顾纯本专案 利用不老志工 以及世代志工的制度 希望将这些志工 年轻时所付出的实数 将来用来帮自己养老用 而这样的想法 也获得了广大的回响 今天上午也举办了 第一T次的志工训练课程 希望大家长辈们 自己来当志工 自己来纯本 将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来照顾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 要靠大家彼此互相帮忙 志工的精神 志工把自己努力的成果 纯本起来 可以帮助别人 帮助家人 帮助自己 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我们也呼吁社会 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照顾长者 照顾这些 所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大家一起来做志工 参与训练的志工表示 不老志工符合时代的需求 政府的资源毕竟有限 因此他们愿意投入服务 而另一位志工 黄承穷花则表示 自己虽然有一子一女 但他们都忙于工作和家庭 因此想说来当不老志工 说不定将来自己也可以使用 不用给子女太大的压力 政府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那透过鼓励志工的方式 来有这样的措施 也是一种社会互助 让比较有体力的 还可以行动方便的 那么纯本将来 也可以得到一个市场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这一块 他们做得很好 那我公共也觉得得到 很好的陪伴支持 那所以说我很早就会有这个想法 对对我希望说透过帮助别人 将来有一天我老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帮助别人的时候 是不是说可以让别人来服务我 新北市表示 不老志工受训完成取得 解业证书之后 会金色公园每核提供服务 而服务时数累积 也可以永续存取 未来在有照顾服务需求时 也可以兑换给自己或亲友使用 也可以捐赠做公益 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投入志工的行列 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温馨 记得陈伯伟 新北市采访报道